女人只是伸手轻拍一下钢门 下一秒神奇的事情就突然发生 只见她手臂开始急速实化 身体也随之碎成了渣渣灰 可一旁的丧彪见状非但不惊讶 反而还异常兴奋 怀着忐忑的心情缓缓拉开钢门后 就静止走了进去 很快就抵达了一座上古宫殿 此时这里正封印着七只强大的恶魔 他们各个凶神恶煞张牙舞爪 每个恶魔对应的正是人间的七宗罪 而负责看管他们的则是一位 封竹残年的老法师 眼看丧彪逐渐逼近 待老者定睛看去 这才发现男人竟是二十年前 被自己强制驱逐的孩童 丧彪直言这次就是为了 来报小时候的一见之仇 看着男人壮树无比的体魄 反观自己老太龙中的躯体 法师顿感大事不妙 可就在他打算再度将其驱逐之时 不曾想丧彪却率先接收下恶魔之眼 一阵强烈的震动也随之袭来 七宗罪的雕像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剥落 封印千年的恶魔们终于重见天日 只见他们接着化作一道道黑烟 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钻入光球后 就进入到丧彪体内 不等巫师做出反应 他们就和男人融为了一体 眼看丧彪已彻底黑化 法师立马释出浑身解数 却依旧无法与之抗衡 还反过来就被丧彪一击必杀 紧接着 拥有神力的男人便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他第一件事就是要重塑自己在家族中的威望 眼看丧彪逐渐逼近 男人随即便堵住道路让其滚蛋 殊不知此举已彻底惹恼了丧彪 再加上想到哥哥小时候对自己的霸凌 男人气愤得无以复加 一把将其拎起就扔下大傻 趁着众人被吓得一脸猛逼时 男人随即便当着董事长的面摘下墨镜露出恶魔之眼 毫不掩饰地就将体内的恶魔全部释放出来 请客间无数怪兽就挤满了会议室 只见恶魔一把抓起男人就开始大快躲移 恐怖的一幕下的众人连忙四处逃窜 但却依旧没能性命一半 只是转眼间的功夫所有人就成为了恶魔的美餐 最后就徒留下董事长一人尚未狗待 面对着丧彪的人多势众 男人只能当场示弱 可就在丧彪以为自己夺得一切走向了人生巅峰时 一旁的恶魔却提醒他要多加小心巫师的继承者 根据他们的推算 很快能够打败丧彪的人就即将出现 男人听闻立马打紧精神 随即便转身而去准备消除隐患 与此同时在巫师这边 一切也正如恶魔所言 老者很快就找到了他的继承者 在谈话之于他感受到了男孩的纯真 意识到自己已时日无多 巫师随即便将自己的力量倾注到了小帅身上 随着能量的注入 男孩成功继承了称号 而完成使命的老者最终也由禁灯窟随后消散在了原地 不曾想下一秒 丧彪就突然赶到 趁着小帅还未熟练驾驭助力量 就打算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危急时刻 好在小伙伴们及时赶到 眼看丧彪转身而去准备痛下杀手 小帅健壮立马捡起飞镖裤之叉下 一行人这才成功从丧彪手中逃出 现在几人的目标就是快点离开这个异事件 可就在他们还在寻找出口时 丧彪就已迅速振作飞奔而来 千军一发之际好在几人成功穿越这才躲过杀身之祸 可很快 丧彪就也紧随其后再度出现 小帅健壮只能让几人先行跑路 而自己则作为诱饵飞向远处 以此来牵制住丧彪的行动 眼看两人在城内展开疯狂的追逐 可面对着逐渐上头不断发动攻击的丧彪 小帅身之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 随即便下定决心和丧彪正面硬刚 不曾想小帅还是略逊一筹惨被拿捏 眼看丧彪二话不说掐住小帅飞入高空 一场激烈的空战随即便开始火热声音 双方拟来勿往不断出击 可小帅最终还是被丧彪抓住机会水飞出去 意识到情况不对 小帅立马开启嘴炮模式 在男人的不断刺激下 上头的恶魔随即便钻出丧彪体内准备送小帅彪心 没曾想这却导致丧彪失去滞空能力坠下高楼 好在小帅及时出现这台救下丧彪拱命 紧接着男人就立马光速将其带到游乐园 二话不说便将丧彪的恶魔之眼哭斥扯下 与此同时所有的恶魔变化为屡屡黑烟瞬间消失 随着男人将恶魔之眼成功封印 那些恶魔之相就再次重塑于好 这场蔑视危机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 这才成功化点为一